嗨,我是Daisy,你知道在上海租房需要多少钱吗? 今天刚好要陪朋友去看房,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第一套是保租房,可以粗暴地理解为政府牵头组织的房地产项目 主要用于房屋出租,整个项目开业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这一套的租金是5720元一室一厅 因为房屋的层高、潮向都会影响到租金 嗨,我是Dais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 从窗户外面可以看到高架 今天看的是样板间 屏幕里可以看到的抱枕在实际入住的时候是没有的 但是包括沙发、洗衣机、床、柜子等家电都会提供 工作人员还向我展示,床下也有储物空间 后来我们又去看了更低楼层的一套房 租金也差不多,是5704元 楼梯间的环境还可以,这个项目其实还挺大 这里的两尺一厅租金是8,011元 同样是民用水、民用店 厨房还挺宽敞 做起饭来应该比较舒畅 洗衣机放在阳台上了 这里是卫生间 淋浴室 这个卧室里还有个小书桌 如果是两楼,租金就只需要7300元 小区环境、绿化都还可以 整个项目有318套出租房 楼下还有共享区域 偶尔会举行社区活动 比如之前的中秋节举行了手工活动 还有个24小时免费使用的健身房 我之后对比了才知道 因为这个项目位置离市中心有点远 距离最近的地铁站也有3000米左右 所以这个小区的价位在宝租房里面还算可以 不是特别贵的那种 市区内租金比较高的宝租房 不妨在这个视频最后介绍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直接把进度条往后拖 哈喽 那根据刚才在这个小区的看房进展 我其实一共看了4套房子 价格是在5700到8000之间 它这边的入住要求是 你需要提供和上海市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的期限是需要长于 或者是等于租赁合同的期限 另外一个是需要提供不动产证明 我刚刚看的这个小区它的要求是需要提供在上海市闽航区内没有房子的一个证明 它这边也是押一付三 但是好处是如果你不想租了你提前30日通知就可以提前解除租赁合同 一个月的押金是可以另外退换给你的 其实这个小区里面它还有一室的房型租金是3700块钱的 但是这个房型它是没有厨房 网上提供的复兴图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因为这个房型比较紧峭 没有空房所以也看不了 考虑到通勤时间和预算 我们又一起看了个人出租的房子 如果个人整租的话比较合适的 其实是上海市区内的老破晓 这个是后期加装了电梯的老破晓 我们要去看的这套是在二楼的一室一厅 房屋的装修还算可以 朝向采光包括提供的电器都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租金是5000元 这里是厨房和卫生间 接下来要去看的这个小区位置非常棒 出门就是地铁10号线的宋元路站 客厅和卧室都放在一起了 另外还有一个阳台 可能是锁有点生锈了 中介小哥开了好久 终于把阳台的门打开了 如果沙发和桌子不需要的话 房东之后可以来搬走 厨房就在进门口 租金是4200元 看到卫生间之后 我大概知道租金是4200元的原因了 这套房之前是房东女儿自住的 租金是5300元 这里是厨房和冰箱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赞订阅吧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 因为我们女生会比较在意卫生间的情况 这套房 卫生间的环境也还可以 果然自住过的出租屋 质量会稍微好点 这里竟然还有个小型洗碗机 接下来这套适合租屋 在4层 我们要看的是其中一个房间 算上管理费的话 月租金在2800元 其中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 公共区域会有阿姨定期来打扫 其中一个房间已经租出去了 租客也是位小姐姐 因为是自如负责的装修 所以整体的装修风格就是自如的那几种 卧室里面有床和衣柜 2800元的卧室 和整租相比还算便宜 但是想想 2800元只是个连电视机都没有的卧室 还是觉得贵 接下来要看的合租屋 是一个高层里的40 在11楼 我们要看的是其中一个卧室 还是公用的厨房 卫生间和客厅 这个卧室的话 月租金是2900元 刚刚和中介小哥看了下 其中一个已经租出去的卧室 是包含内卫的 也就是说 另外三个房间的租客 需要共用一个卫生间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 应该是本期视频中 租金最贵的公寓 位于上海市区内的保租房项目 日离最近的地铁 步行只要5分钟的距离 先看个一时的房间 卫生间的门好不一样 这里一栋楼就16层 每层的是13T 四户 这里的电热毛巾架很不错 洗衣机也是洗红一体的 同房型的房间还剩三套 因为不同楼层 租金会稍有不同 最便宜的每个月租金是 8909元 沙发和桌子也都是配备好的 果然贵的就是好 一时酒品的两房朝南 租金是14000 民用水电煤 费用另外付 小姐姐说留学生还可以申请租金补贴 治理阳台的视野好不错呀 这边是第一间卧室 这边是第二间卧室 两个卧室里好像都没有桌子 如果有需要 可能得自己买一个写字桌 这里是卫生间 这里是厨房 看房的时候 另外碰到一对准备置换房产的叔叔阿姨 在去看房的路上 小姐姐给我科普了下 公租房和保租房的区别 公租房的话 他对租房要求更苛刻 还有一个就是 他只能住 他可以买卖 可以买 对你住了一段时间 你觉得你可以买了 那你可以买 然后保租房是不能买的 然后他的租赁条件的话 没有公租房那么苛刻 但相对来说的话 保租房的地段 会比公租房的地段 要更好一点 来都来了 索性连三房都一起看了 看看到底能有多贵 我原来还想着 如果关系好的朋友 可以三个人在这里合租一间三房的 分摊一下房租 但是工作人员说 三房租客的前提条件 是需要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孩 这是三房两位 这里还有个书桌 厨房很敞亮 租金是一万七 这是小区楼下的健身房 会员卡的话是每个月一千元 仅限使用器材 如果需要请教练的话 那么费用另算 看了那么多套上海的房子 你觉得上海房租贵吗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租哪一套呢